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等这个天气再好一点 太阳再大一点 应该再过一个星期 所有的黄鱼都会变得很甜了 水果吃饱了 还可以做做手工 在轩兴村有一个樱木工坊 一块块木头 经过它的雕琢就能完成华丽转身 哇塞 这也太好看了吧 看这个 形状像不像一颗星 试带一下 啊 好好看 别看轩兴村现在如此安逸 但这个祠堂啊 就是曾经名台山战役的作战指挥部 也由古葱肉的同时 还能顺便听一听红色故事